陈一迅演唱会呵斥粉丝没礼貌的背后 为何被扣上一点不爱国的帽子 全国巡演进行到澳门场时 陈一迅在舞台上讲话时 意外被台下的一个声音干扰 直到一群叽叽喳喳身影传进耳朵后 陈一迅就是直接暴怒了 竟然正大光明用泰语反驳 原来台下粉丝喊话让他讲泰语 谁料陈一迅大张旗鼓道 喝着粉丝没礼貌 彻底激怒了他心中的怒火 我不是不会讲国语 我可以讲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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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太流利了可以 你可以要求你 请麻烦你 这不免被旁人扣上耍大牌的帽子 自认陈一迅飘了 难不成赚到口袋零花钱 就不乐意跪舔砸钱看演唱会的粉丝了吗 因为在大部分粉丝看来 毕竟国语普通话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必然都能听得懂 为何却偏要质疑粉丝的没礼貌 只是这场演唱会地点处于澳门 陈一迅自认要入乡随组讲粤语 而台下粉丝却当众命令的声音 显然是影响了他的好心情 况且前不久台北演唱会上点歌环节 惹来一位粉丝当众举灯牌 拒绝偶像现唱雇佣者 同样引起陈一迅怒火 斥责对方不喜欢听 完全可以直接走人 并且也没有打算唱 而陈一迅这样与粉丝较劲的模样 被不少人嘲讽他情商太低脾气好差 完全没有一个出道28年艺人的沉稳 或许在陈一迅看来 他就想得到一个做人 一个做偶像的尊重 并非故意刁难 况且他完全就是个爱国艺人 前脚在美国开演唱会时 他刚走下飞机 就被大姐小乡的恶心风气劝退 甚至是丝毫不避讳跪舔美国粉丝 当众嘲讽美国社会风气 听很多新闻 新闻市都很多人在街上 足以可见在陈一迅心里 始终都以自己的国家而骄傲 本就是个爱国艺人 甚至完全看不惯紫本的丑陋嘴脸 打死好声音紫本都想不到 背后耍的小猫腻竟活生生 被陈一迅一嘴曝光 在李文被好声音资本霸凌事件曝光后 瞬间激起全网的怒劈 当时跟在李文身后受委屈的小辈们 纷纷站出来给前辈谋不平 甚至是张嘴曝光好声音内幕的黑暗 而李文明明是个热心肠的导师 甘愿付出全部心血 把音乐知识传授给爱音乐的选手 但谁料一向正直的他 却意外撞上了好声音的内幕 活生生被摆了一道 这显然是激起了李文的底线 很显然这个节目私下足够黑暗和混乱 就连一个歌坛天后级别的李文都不放在眼里 可见背后资本的肮脏嘴脸有多么的恶心 不乐意掏钱走后门的追梦选手 想必就直接毁在资本黑手之下 其实当年陈一迅被好声音找上门时 他直接满嘴答应 实则就是想看看背后究竟藏了什么黑幕 直到他亲自坐上导师传言上 才真切地体会到背后资本的恶心模样 原来在导演之内的工作人员早就已经腐烂 黑幕选手演唱时 导演会刻意暗示台上导师 只是在陈一迅看来 选手的音乐压根没有打动自己 更没有为他转身的想法 但令他想不到的是 两周之后他竟然再一次听到了这个选手声音 很显然走后门又来凑热闹 四个十天左右,差不多到最后 这些声音有点熟 再来凑热 听到吗 我都会怀怀你 你能不能说?糟了,你能不能说 真是上街的 我也会怀疑 究竟他为什么会出现 我说,为什么呢 他就… 我们会怀疑的 但是我听到而已 我不知道其他人能否听到 后来刘欢按下去 我又是同一个感觉 跟第一次听 我觉得他又是差了一点点 就是硬是好像没够 就是真的会这样想 都是没有按不到 但是他呢 那个导演是有 叫我跟娜英说 按一下按一下 就是我想啦 正是在这样的操盘下 让陈奕迅彻底看清好声音的内幕 原来传闻并非是假 反而真正的内幕更加的黑暗又丑陋 而陈奕迅敢站出来指责 必然少不了他骨子里的正义和善良 好就是好,坏就是坏 或许他骨子里的善意离不开当年发妻的一个举动 一次意外摔下舞台 毒弹侠的名号让陈奕迅彻底丢了男人本色 那个中腰部位 有没有受伤啊 不凡我说切掉死跟起 不止切的,两颗都切掉啦 2002年,陈奕迅在台北举办演唱会时 不慎被半岛跌落舞台下 裤裆直接卡在栏杆边缘 疼痛感直接惹得陈奕迅晕晕倒 下场后直接被救护车拉去医院 而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医生第一句话就活生生断送了陈奕迅想要活下去的心思 因为被重重摔伤的器官只能被拯救回来一半 想必往后就连生育都难了 这不只是对艺人的打击 更是对陈奕迅作为一个真正男人的打击 难道他当真就要打一辈子光棍吗 毕竟彼时女友徐豪营正与他吵架冷战 甚至已经有了想要闹分手的心思 而陈奕迅自然已经没有抱有希望 更是满心不想连累对方的后半生 但想不到狗仔鼻子强大 事发三分钟后立马嗅到猫腻 直接将他成为毒弹侠的坏消息昭告全天下 只是令陈奕迅想不到的是 在他第二天一睁开眼 竟然看到了女友徐豪营这个大活人 跑来他身边早已经哭成了泪人 原来当晚他在听到陈奕迅受伤消息后 即便在没有飞台北航班情况下 宁愿乘坐危险系数极高的货机 也要第一时间飞来看到陈奕迅 正是在这样患难之前 意外让陈奕迅喜提一辈子的爱人 而也或许正是妻子的舍命追随 才让陈奕迅把全部身价全都交给妻子保管 凡是妻子喜爱的东西 他必定跟在身后全力支持 即便狗仔大骂徐豪营是个败家女 但陈奕迅却全力维护 甚至把女儿宠上天 足以可见妻女带给他的幸福和财富 感谢观看